六四事件發生三十年 支聯會在旺角危旺商業大廈找到單位 計劃重開閉館近三年的六四紀念館 不過在開幕前不足二十日 新館就發生了營餵事件 電插座和電製被鹽水淋濕 支聯會就報警 而在同一大廈營業的商戶 在那時才知道十樓會成為六四紀念館 六四紀念館樓下一層的證券公司負責人王小姐說 之前見到通告知道是支聯會遷入和裝修 但就慢慢想不到要做紀念館 他擔心滋擾搗亂的事件會陸續有來 有不願公開身份的商戶更加表明考慮搬走 怕多人去紀念館會令人流太多影響生意 他又說政治人物為了吸精 自己插自己一刀都可以 擔心未來會有更多事件發生 據聞有商戶正諮詢法律的意見 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反對聯會落戶該下 再說回這個物業 新六四紀念館 1990年由佔中三至之一的朱耀明牧師 和中文大學學院院長李士昌 以178萬購入 之後轉名到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 今年一月以800萬賣給支聯會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 他們和基督徒學會友好 大廈有很多教會 應該不會有人反對設管 總之有些人未必很支持我們的做法 但是我沒有聽過有人會覺得 我們這樣的做法會令到這個大廈 或者其他周邊的人會不見 我們有專人研究過 今次我們相信 我們被人成功挑戰機會是小很多 上次支聯會是尖沙咀富豪中心開紀念館 同業主立案發團搞到上法庭 爭拗點是公契 今次危往的公契比富豪的更寬鬆 怪不知何俊仁這麼有信心 大律師五毅問卦 除非有一些防火的問題 否則都很難阻止到支聯會開檔 講到消防 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欣表示 寫字樓不應用作展覽館 因為展覽館在人數和負寵都可能比寫字樓多 如果你將一個明明是批准了和設計了 用來做寫字樓的單位 用來轉了它做展覽廳 那這個就是合法的 因為那個展覽廳和寫字樓 在設計方面是有分別 也可能會引致一些危險 為什麼呢?因為寫字樓 人的密度是比較低的 一火把燒燒上來 燒消防員要救五十人 結果要救三百人 今天就很大件事了 如果你知道你的負荷是比寫字樓重的 你就不可以去找寫字樓的單位 你如果去申請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批的 消防署則表示 接到投訴到場巡查 發現該處有兩個應急照明燈未能有效操作 處方會向他們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另外,處方又在那個單位發現 有懷疑違規改建 已經轉介相關政府的部門跟進 消防署又說 任何人如果經營公眾娛樂場所 是要申令牌照 如果有申請 消防會收到部門轉介 然後進行消防安全風險評估之後 會向申請人發出消防證明書 但是根據紀錄 消防是沒有接獲有關的申請轉介